温室效应 气候变迁带来的是天然灾害 各项呼吁所有人响应环保的名词越来越响亮 随着环境保护这四个字的重要性 民众对环保口号的熟悉度与日俱增 只是二氧化碳这种温室气体要减量谈何容易 使用绿色能源使方向 新技术在学术界中不断研发 更多的太阳光能够转成电能 对蓄电池做充电 那这蓄电池基本上就不需要再靠家里的电池对它充电 低能耗的这样的概念 应用在可以在我们民生用的载具上面 那我们先锁定两人做的 因为在一个市区里面高污染的市区 是需要没有碳排放甚至低排放的车子 南台湾的高雄日照时间充足 发展太阳能一直是环保能源使用的首要目标 要证明总有一天遭通工具能够用得上 还能全面扩及到生活面上 住的房子未来可能是这种造型 以一个简易的金属的复合成板所架设的 那它的物质主要结构是以钢骨跟复合成板 那它的隔热还有隔音还有防水效果都非常好 那加上我们的发电系统是3K瓦的 帷幕是BIPV的发电系统 那我们整个3K瓦的系统搭配这个屋子的空间呢 可以提供独立的发电系统 然后可以让两个人至三个人的小型的家庭所使用 我建材一体型的BIPV的太阳能模组 那它是有透光的 但是呢它的透光度呢 目前这样子的透光度大概是20个percent 等于是说我还能够遮蔽绝大部分的太阳光 那我剩下透镜的太阳光呢我还能够让我的屋子有点一般的阳光的感觉这样子 所以说你们在外面的话阳光直射会很热 但是进到里面呢它虽然说有透光 可是你会发现会比较凉快 酝酿着使用新能源科技的可能性向重绿色资源的未来潜力 高雄市有首须一指的绿建筑 市运组场馆不仅是高雄市著名的地标景观 屋顶上的太阳能发电板更是建筑跟着环保趋势的指标性象征 电力转按器上的那个显示面板上可以看到说 目前的发电量是2.1k瓦 那今天以今天的话 目前已经花了16k瓦的那个千瓦小时的电 等于是有16度的电 让1000瓦的灯泡量16个小时 会产生大概每年会产生110万度的电 那我们已经跟那个台电签了企业 那如果说我们全部电都不使用的话 我们回收大概每年可以大概有180万的收入 那我们大概每天会有 每天大概有3000度的电会产生 那产生以后如果说我们平常是提供 大概我们那个场馆的部分使用 各面向持续增加的环保概念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减轻环境负担 面对当前城市的首要课题 昔日重工业起家 是大高雄地区至今无法摆脱的包袱 也让民间和绿色团体得持续努力 阻止环境负担继续扩大 抵制台电大连厂扩厂成为近期内的最佳例子 这个能源会议呢 其实将决定整个台湾未来能源发展的一个走向 那可是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是 当所有的问题都很清楚 全球暖化的问题是无可避免的 像二月份我们现在的那个气温 已经是30度了 冬天居然已经高达30度 可是在这个情况下呢 整个台湾的能源发展的政策呢 还是导向希望就是发展那个高碳的能源 也就是持续的扩张燃煤电厂 尤其是在我们的高雄 高雄不缺电 台电不要骗 台电不要骗 高雄不缺电 高雄不缺电 台电不要骗 航用环境议题的能源会场外 民间团体和市议员不断提出呼吁和诉求 那目前呢大零发电厂的方向呢 反而倒是走这个倒退路在走 他要用燃煤的方式呢 继续来增加我们所有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对我们整个大环境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负荷 那现在呢 他们准备又再次再提到我们中央去 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呢 不要继续让他再来进行这个动作 那中央也应该要拒绝这样的一个行为 让他们这个电厂的部分呢 不能够再用燃煤的方式 如果说一座 如果全部改成燃煤发电大零厂的话 我们全高雄市民每天都不要开车骑摩车 只要骑脚踏车而已 还是无法抵挡 他所增加的一个碳量的排放 那所以说我们希望政府能够 对这个问题能够一致性 对全球暖化很正面去处理 如果我们要干净的燃煤 必须有投入更多的一个研发 或者是所有的预算 可能会比燃煤贵一点 可是对整个全球暖化 跟我们台湾的整个环境 是有绝对注意 跟科技的产业都有提升 问的是担心中央环评过程 没听到地方新声 一旦台电大零厂按照原计划扩厂 高雄市温室气体的排放 将造成无可挽回的颓势 要求中央正式地方诉求 环保团体再结合民意代表力量 直接找上门去 我们希望台电大零厂能够仔细在最后一次的环品大会的时候 要仔细的考量高雄市的污染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 我们也不缺电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诉求 使它改变说台电大零厂的扩建是在别的地方 我们不反对经济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要非常重视 我們高雄市民的健康 你們的行為已經違反即位優心法 我現在依法第一次舉牌警告 一群人辛苦爭取 終於成功的讓台電大領場擴廠計畫 打對折 換個場景 民間自創的七部詩 內容同樣談環保 後進鄉親大信願馬朝政府運之需 這次那個後進2010年 那個跨年晚會 那個保身大地顯靈來指示 所以順便因為這個活動來帶動 那個讓燃油廠以及經濟部 把政府知道 那時候好伯頓答應我們簽場 剩下五年 後進地區居民 等待將近七千個日子 堅持的是看到中油後進廠簽場的 支票兌現 這個屬室 就這樣來留室 我們就在先導說 給這個百姓知道 因為你說現在年輕人 你說20年前他還沒出事 現在說經費20年前 21歲也好 22歲也好 23歲也好 其實他不曉得當初的時空被淨 當然我們就要把這個活動 來先導給這個年輕人知道 因為這種東西是勇士 一代接一代 因為我們也是遇到的一代的環境 這道比較特別的是說 行吧 你瓶快 你瓶快